我想請教一下朱英鵬教授說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現在就會發現說 其實美國很重要的是 他避免跟中國衝突 所以將來他對民意黨呢 其實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嚴厲過 因為從來沒有兩岸衝突 看起來這麼現實過 所以他就直接說 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拜登第一句話 然後接著呢 居然有人寫文章說要凍結台獨黨綱 1991年到現在從來沒有過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拜登講這句話 就跟剛才那個介正兄講的 就Foreign Affairs 他提出來這個論點 就是你不能單方面 所以我們叫做雙重嚇阻 就是說你不能只嚇阻說老共 你不能單方面改變現狀 你也要嚇阻台灣 說你不准搞台灣獨立 也就是說美國站在中間 就你們兩個都乖一點 所以雙重嚇阻的話 最近幾年 因為中美關係不好 所以雙重嚇阻這個裡面的 第二個嚇阻 就變成被淡化了 就是 所以我們聽到很多美國鷹派 不再提這個第二件事情 反而 還有很多人 你記得嗎 就是 這個 也是那個 你都很熟的那些團體 邀請來台灣 大大來講說 美國早就應該 承認台灣獨立 那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這幾年中美關係比較緊張 在調適期的時候 沒有錯 鷹派的聲音上來了 上來以後 這個原來這個雙重嚇阻 就變成只有單重嚇阻了 就是老共你不准動 那至於對台灣的抑制 他就不強調了 那但是 為什麼這次選舉 他卻抑制出來了 對 就是剛剛你講的 因為世界變了 現在有烏克蘭 有 有加薩了 然後他的這個庫存 也差不多快用光了 國會也沒錢了 這種情況下 美國 你還能 就算美國鷹派好了 你還能想像他說 我還要開闢第三戰場嗎 美國的鷹派現在最重視的是 德州的邊境問題 不是台海問題 所以全美 又轉變成是內政了 就是美國現在沒有國際政治 只有他們的邊境問題 然後這一州丟 那一州丟包人 就是移民問題 是他們最重要的問題 那很多人報導說 金融時報 特別很大的報導 金融時報是比較反中 前高級官員 美國高級官員 高階代表團 今天晚上抵達台灣 大家都覺得 這很了不起 很嚴重 但其實不是 我們看過去 陳時扁當選2000年 也是這樣的高級代表團來 都是前朝官員 為什麼 為什麼是前朝 就是避免一中原則 對不對 所以都是用前朝 上次來警告蔡英文說 你兵役 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個月 也是前國防部長 都是錢 但是其實代表的是現在 出修的啦 對不對 都最久的 不是他故意找這種錢 目的就是代表現在的 非現任 非現任 因為這樣沒有違反 一中原則 可是又達到目的 對不對 然後接著呢 就是2000年 來了一次 陳時扁上台 連馬英九上台 他們都來 所以不需要你台灣獨立 馬英九就叫新總統 他就來 然後2016是新總統 蔡英文 三次都來 所以這次新總統來 我可不可以提一點 我想確實可能記得 這兩個主要團員當中 有一個人叫做 史蒂伯 是副國安顧問 以前大家記得 我們媒體寫的是他 副國務卿 他後來升官升到 副國務卿 從白宮搬到國務院 他就是我們不太注意 也沒有不太公開的 丁史會談那個史 所以他介入台灣的政治 很久了 你記得吧 他跟丁茂公 他們紐約見面 也不在華府 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對 丁茂是國家安全委員秘書長 對 然後他的對口 他的對口就是 美國國安副顧問 史坦伯格 就是Cyber Cyber 應該兩行 跟加萊果然不同 這個人我們一唱一搭了 這個人他還是 很有內涵和使命感 我相信他來的意義很深 我相信正好碰上賴清德 他可以講很多 而且他已經年紀那麼大了 而且我可不可以 你不要老 其實年紀大的人 但是第二點是我想講 我年紀很大 你老認證了 他現在是 John Hopkins Size的院長 地位也很高 就是你常去的那個CSIS 那對我們很好 但是我現在還懷疑一點 當然我只是懷疑 猜測 我覺得美國的國安人士 一定有辦法拿到 蕭美琴的手機 就是非正式的 就他們講了 下班時間 我打電話給你手機 總可以吧 跟他講 我們很 worry 什麼事 我覺得猜測 這個事情未來會發生 再補充報告 現在還沒有聽證 但是已經任命的 Kirk Campbell 也是胡大使 胡部長的 同學 同學 Kirk Campbell 跟Steinberg 他們兩個人 是一起釣魚的 老友 幾十年了 所以基本上 美國對台政策 支持台灣 避免戰爭 所以賴清德 一當選 前所未有 反對台灣獨立 同時 某個程度 我們剛剛也做了一些分析 然後新的代表團 也是非常高階的 抵達台北 他們會跟賴清德 深談 他未來的兩岸關係 目前賴清德宣布 是他不和北京 做任何協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接下來我們最大的一個問題 是美中是否介入 這次台灣總統大選 這個問題呢 是以前我們在討論 總統大選的時候 不會討論的話題 因為過去美國 他如果對台灣總統大選 的介入模式 是要求國民黨 比如說 你不可以自己去跟 中共談判和平協議 對民進黨 就是不可以宣布台獨 不可以公投台獨 不可以修改憲法 不拉不拉 大概都是屬於 他的重大兩岸政策裡頭的介入 可是這次我講的介入 不是這種 是直接介入選舉 比如說 一直傳言 很可能賴清德 本來副手有兩個考量 一位是鄭力軍 因為四年前的時候 他就找到他 那這一次 很自然他會想到他 可是他也喜歡蕭美琴 但美國人 要的是蕭美琴 所以最後變成了 Be Kim Shao 那這是傳言 我不敢證實 但是一開始我知道 就是兩個人選 最後選了Be Kim Shao Because of United States 第二個 就是從來沒有美國 進入台灣的選擇 第二個是 很多的跡象顯示出來 去年11月底 國民黨跟民眾黨 因為彼此的默契跟合作 贏得了地方大選 而偉大的國民黨黨主席 從去年11月底 到今年的10月 馬英九要求藍白河 中間的過程當中 未曾進行 藍白的任何合作機制 這已經是屬於全世界 很少見的政治智慧 我講這句話是絕對的諷刺 跟絕對的批評 因為你去年就應該開始談機制 以連送 我想那時候 蔡正恩很熟 怎麼樣談機制 怎麼樣談 這談多少次多少次 所以你可能要到2023年的5月時候 就談得差不多 然後就產生候選人 可是黨主席沒有動 沒有任何藍白機制的討論 然後最後的結果 最後也沒有真正的努力 然後馬英九最後看不行一出來 國民黨還有人搞破壞工作 那所以到底這是國民黨自己 出了一堆很了不起的 破壞藍白機制 別有目的的人 還是他們都是跟美國關係很深的人 蔡正恩 藍白兩黨在馬英九辦公室 簽下了那個極點協議的時候 我很確認的 柯文哲有心理準備要當副手 所以他回去了馬上召集幾個幹部 說你們成立什麼政治組 成立財務組 準備跟國民黨來進行對接的工作 就是一個確定但是媒體沒有報導的事情 但是隔了不到四個小時 在白營裡面 有人起來強烈反對 甚至還要以罷工要挾柯文哲 可是就是同一個時間 國民黨裡面 也有人開始砲火攻擊馬英九 而且是從黨中央到名嘴到夥伴 全部起來攻擊馬英九 為什麼這麼巧 同一個時間 藍白兩邊的力量同時 主戰派同時發動 而且是不約而同 所以當然有人在懷疑說 幕後有人 幕後有人同時影響藍跟白的 只有美國的力量做得到 其他沒有任何力量做到 這個是推測的 但是沒有證據 我們看到表面是兩邊同時起來反對 在馬英九辦公室那個六點協議 很湊巧也很奇怪 也很奇怪 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我剛才不是講故事 你回憶一下聯宋 要談合作 這個林豐盛多少人穿梭多少次 對 沒有錯 然後那個朱立倫偉大的黨主席 從去年年底講錯了 前年年底我也有口誤 沒有關係 現在趙康都走到我們前面 前年年底的時刻 任何正常的黨主席不用聰明 正常 何況朱倫很聰明 他很聰明 任何正常的黨主席就會開始思考 什麼是藍白機制 然後會坐下來跟柯文哲開始談 最後就會各種巧法 各種巧法 談出一個可以提出候選人的 共同一個平台 然後用這個平台去產生 適當的總統候選人 他有沒有做這件事 他只有在很多場合公開的宣布 他表達他的藍白河的主觀的意願 我說的是前年5月之前 但是他的雙手似乎有了束縛 所以很多東西看起來都是只有 口述而沒有行動 或者有行動也不了了之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因為朱立倫不好意思 鳳兄的好朋友 他早就被Wikileaks寫出來 他跟美國關係很密切 所以我要直接的問 我也不請你為難 可是朱立倫到了馬英九 要提藍白合作的時候 他是支持的 那那個時間點其實離登記 只剩很可怕的倒數幾天 所以我其實也很佩服國務大 你會到那個時刻 其實馬英九看已經不行了 他也不為他自己的利益 他就推出這樣的一個藍白河 在那次馬英九的聲望到了最高點 OK 可是過去這幾個差不多從上次 地方選舉大贏到馬英九提出10月9號 剛好隔了11個月 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國民黨中央黨部 你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做什麼 重要的是朱立倫並沒有強力打壓主戰派 是沒有能力還是害怕有副作用 這是我所觀察 他真的沒有去打壓主戰派 我抱歉我自己說一句實話 第一個我身體不好 我的醫生不准我去投票 第二我覺得我不值得去投票 理由是什麼 很多人跟我可能一樣 因為當政客如此自私的時刻 我有什麼理由 冒著我自己很可能被感染的風險 我沒辦法打疫苗 我可能得Flu 我就要去住院 我就沒有去投票 這是我人生史上 第一次沒有投票 理由是 因為我是參加國民主運動的人 我知道我手上這張票 是很多人用青春換來的 我拒絕去投這一次的票 因為我認為太多自私的政治人物 然後我早就講了 一定是賴清德當選 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是 民黨打選戰的 不知道哪來的一大群人 對自己的選戰充滿了幻想 還覺得你們侯康佩會當選 還說其實靠去誤差範圍 我想我是白癡 還是因為我腦袋真的壞了 那張宇宙最了解